全内后商随还有机会跟上偶像私人行程 12小时至少上万元 小粉丝到师奶都舍得砸钱 任都还没来台 已经有八辆名车等着紧迫叮人 粉丝疯狂追星 业者也抢商机大战一地 第1B的新闻 汪式简华美容台报道 而谈到追星 我们要来看一看的是 歌手萧亚轩的进化 当然他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偶像 不过目前他却消失在荧光幕前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脚受了伤 他的旧阴山养伤 不过呢 他是举步维艰受伤的双脚辛苦的复健者 就希望有一天能够重新的站回他所热爱的舞台 究竟他的和我们有独家的追踪专访 去年底公开露面 还得坐着轮椅的萧亚轩 在美国经过三个礼拜的复健治疗 渐渐复原 他踩着走步机 脚步慢慢加快 竟然开始跑起步来 这个利用反地形引力原理 调整重量比例的跑步机 只是萨尔轩复健疗程的一部分 他每天都向复健师海达报道 在复健师的指导下 进行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复健活动 靠着跑步机 平衡力球 弹簧跳电 再加上简单的体操训练 萨尔轩和医生都很快地就看到了效果 治疗过许多职业运动选手的萨克斯娜说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职业运动员和舞者身上 因此平衡跳跃和重量训练就成为复健的重点 文本还有一点担心会变粗细脚的萨尔轩 在专业医疗的辅助下 现在不仔细看 已经看不出 萨尔轩的进步神速让医生很满意 然而他并不知道 这位来自台湾的热舞小天后 等了三年 好不容易就要重返歌坛 展现新的成绩 结果没有想到跳舞摔了一跤 又得离开喜爱的舞台 回忆受伤的那一刻 萨尔轩说他并没有绝望 只是觉得倒霉 当时他已经连续跳了六个小时的舞 眼看就要收工了 没想到脚牌趴地伸 接下来的签唱会 马上就面临考验 脚上打着石膏 萨尔轩坚持依照原定计划 出席宣传活动 没有想到自己的努力 竟然被显成炒作新专辑 但他除了脚痛 心里更不好过 现在已经能够笑谈当时的伤痛 萨尔轩说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选择飞到美国 积极復健 我不想要只是走路 我说我想要可以 要跳的比较更好 所以我想要接受的是更辛苦的附健 而不是很舒服的附健 在美国疗伤期间 萨尔轩经常透过部落格 和关心他的多友联系 他说透过美国医疗专业的态度 也让他重新领悟到真正的专业 他们的所有做的任何东西都是很有系统很有规划 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我们会让你再站回舞台跳的比较更好 而且就是你会更不用担心受伤 只要你学下来做最正确的保养自己的观念 这一段跨海的医疗之旅 代价其实不小 医疗加上生活费 台币少说要超过百万 不过萨尔轩认为他这一趟收获丰富 一定上的表演加分 其实也是说明天就可以回到舞台上 而且因为这次受伤 其实当然很多人会觉得 他可不可以跳得像以前那么好 然后他的他的章节 小受伤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 就是说当然很多人的关心 这一趟美国附健过程也让萨尔轩体会到 台湾各所面对的是只有耗损 没有保护的素质环境 所以艺人更要学会了解身体 并且倾听身体 他问美国的专业治疗 萨尔轩用力的附健 因为就像他的新专辑一样 世界实在是太可爱 而他也等不及要回到舞台的节奏里 TVBS新闻卓敏林 来自Powoto的采访报道 美金党主席游习婚 最近瞄准2008 多了一个新的贴身秘书